前鎮的小朋友在儿童节前夕的上课日 这一天聚集在头城国小 大家兴高采烈 因为镇长曹前顺要议员大家的梦想 今天我们让我们的小朋友实现这个梦想 我们今年特别打造了七座的这种气垫游乐设施 也就是完成各位的梦想 也让你们能够今天灰灰汗 在这个地方够一个不一样的同节 不但这样我们也准备了三个同晚的这种摊位 甚至今天也有一条25公尺的这种鲤鱼棋 让各位小朋友能够礼要农眠 第三年举办的鲤鱼棋梦想祈福活动 在头城证公所的精心安排下 寻回镇内学校收集小朋友的梦想 这些梦想要与世界同步汇集 在今年5月的时候 与日本一同升空为儿童祈福 理想启程已经联系办了三年 三年来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 能够永远追求梦想 能够学习如何关心别人 做公益 以及怎样跟国际接轨 所以这三年来我们注入了很多的这种严肃 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 能够快快乐乐的来过这个偶童节 我们今天也特别啊 邀请了日本的丽兮先生 以及豆腐先生 还有这个蝴蝶节子小姐啊 来到这个地方共襄盛集 希望把今天整个偶童节的理想启程的礼儀器 能够在着你们的梦想来升空 在5月5号当天啊能够在日本以各国的这种礼儀器啊 来相结合以国际接轨 又是一年一度的理想启程 其实啊在去年 政长办的就有 特别注意到我们各位同学的理想 所以说他特别设置气垫游戏区 让各位同学能在今天能好好过一个儿童节的游戏 昨天台湾に着きました 一年ぶりに今日は みんなに会いに来ました この後みんなが作ったコイノボリが 大空を舞うので みんなで祝いましょう あとカレンの地震に対して 日本の子供たちがコイノボリを作ってくれて あと寄付金もいただきましたので これをまた寄付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今日は一日みんなで楽しみましょう はい 大家好 这个具有跟国际接轨的特别意义的 儿童节活动 今年举办第三年 我非常意外的 就是现场有加入我们一些文化的元素 这个次可以展现我们宜蘭人特别的一种特质 我们重视乡土文化 我们也重视儿童的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 神户惠本計画执行委員会 带来了日本小朋友 为今年2月6日 发生在花蓮大地震 所写下的祝福 以及当地所发起的赈災募捐 也在本次活动时 由日本送来台湾 正在区里面呢 我们花蓮县能够呢 给他们加油鼓励 打气呢 跟祈福的李渔棋 来 蹭开来 蹭开来 哇 五彩繽纷 那旁边对我跟他拍拍鼓勵一下 来来来 大家 为我们儿童加油 也为我们的花蓮的栽民呢 来加油鼓励打气 在女童军牵羽下 今年投诚的理想起航李渔棋 来到了会场 那魔术团啊 看一看啊 这是什么魔术呢 班队的马戏团 来 带着我们的马戏端的团队 还有我们的李渔棋 进场了 来 我们的身材 好 蹭在 我们的桌子上先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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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席子是满满的 旗帜上除了有小朋友满满的心愿外 现场贵宾也写下 国胎民安 祈求学童 平安 幸福 长大的愿望 要告诉大家 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正常呢 对所有的全世界的儿童呢 一份特别的关怀 尤其呢 我们教育政策所 我们的查证长呢 对于儿童也非常非常的重视 随后李渔棋 被送到了操场的后方 在这里由一颗蓝色的大气球 牵引三条巨型李渔棋 缓缓升空 希望小朋友的心愿都能实现 哇 这么长 原来有这么长的 这么长 哇 正常贵的大小的叫 天使地独立功德国 他常见的这位 大人赛职 掌声鼓励 加油 大家好 而投城镇大部分的小朋友 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体验大型气垫游乐设施 经年真公所完成大家的心愿 我一直都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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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亮丽的气垫游乐设备 让小朋友可以在当中尽情玩乐 大家轮流 玩过好几轮 都显得相当开心 而另一条巨型的李渔棋 则是可以让孩子穿越骑身 感受像万花筒般的缤纷色彩 偷城镇陪伴孩子 度过难忘的儿童节 期待小小主人翁 能够健康幸福的成长 今天我们下期见 这一会儿 的视频